236 明報A 古語九月跌三週錯三成評論指亂告市加速跌 稅收市後中央再出四招 2015年7月4日要問A 零二頭條主篇推介內地股市有月核爆 上證指數三週內內跌29% 從下一1992年以來最大跌幅 市值蒸發如17萬億元人民幣、夏銅等同全國存款13% 中央在過去一週以來 差不多每晚公布救市招數 但A 古形不領程 上證指數昨天再實搜3,700點關口 一週狂捨12%至3686點 深城指數本週更大錯15% 有評論指出 中央救市藥石聯頭 如救如恐慌 加速料跌勢 明報記者 相關新聞刊B 市值減17萬億 互深作1400隻跌停上證指數上週五營收報4193點 週末人民銀行打出組合權 同時減息及定向港存款準備金率 以為可以救市 添了股市週一大跌如3%收場 其後雖然本週二 仍反彈 但自週三再跌5% 週三及週四連續兩晚 中證監都在深夜出招救市 但股市愈舊愈跌 昨天上證指數一度大跌7% 收市時營跌5.8% 上海及深圳兩市有1400隻股份跌停 昨天收市後 中央連出四招救市 包括人行在微博上公布 投入2500億元MLF 中期借貸便利 向銀行注資 中國證監會宣布將減少7月新股數量 接近倍增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額到至1500億美元 鼓勵境外資金入市 大增專門協助勸商提供 中國證監的中國證金公司的資本金至1000億元 建令稿 多家勸商響應中央號召 或停止提供沽空股市的服務 或降低追客戶保倉的要求 官媒指大摩早前唱好特清見頂另外 人行旗下的《金融時報》刊有地發表文章 針對美資大行摩根史丹利 指大摩早前唱好上證指數今年要升至16785點 突然於上月底稱股市已見頂 路透社的報導稱 內地買賣股市期指的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停了19個股空帳戶 為其一個月 交銀行號 放寬融資無必要埋引運本市應屬利好的消息不斷湧然 但無法阻止股市下跌 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洪浩認為 監管機構放寬融資的救市措施沒有必要 甚至會為後市埋下隱患 他指出 勸商所以強制平倉 是從自身風險管控的必要出發 如果要求勸商不要求客戶平倉 會干擾股市的正常運作 他認為中央救市適得其反 引起心理恐慌 如果中央不出手 投資者仍可盼望救市 愈救愈跌之際 投資者會完全喪失信心 認為跌幅心不見底 爭相逃離 索銀證券 A股策略分析師楊玲修表示 最近一輪A股暴跌 市由去槓桿化 即減少借貸 引發 這時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程 A股當下融資額佔自由流通市值10%以上 處於高位 暫未見到扭轉下跌趨勢的信號 內地私募基金界大佬利茨對停止沽空有異議 他表示 有股票不想賣的人 可通過開空倉對風險 不讓開空倉 就只得在市場賣出股票來規避損失了 於是加劇跌勢 他概嘆 互亂到時只能加速市場下跌